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养护君子兰的过程中 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给它选盆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给君子兰选盆那么重要 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 如果说我们选的盆太大了 那么这个君子兰只会长根不长叶 那么这个养分就会保留在这个根部 没能供到这个叶片 这个叶片就会长得比较差一点 只有合适的盆才有利于君子兰长根长叶 那么我们给君子兰选盆的话 大家这样分辨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根部到这个边缘 控制在8到5厘米 这样大小的君子兰盆是非常适合这个根部生长 这样可以控制君子兰的根系疯狂生长 又可以有足够的养分供给君子兰的叶片 那么这样的话是非常有利于君子兰生长叶片的 所以我们给君子兰上盆之前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选好这个花盆 才能让这个君子兰根长得好 叶长得好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